我给人村的这个发小介绍个媳妇 这上半年他们俩也结婚了 你看他这许为的送我五十万医院 你给那发小介绍的一样 算是他们的媚人 这个送给你医院 也算是对你表示感觉 来我看都是啥的医院 关键是我叫这个医院没用啊 还有就是我媳妇看了之后 说这些医院你来这家里 叫我秀一顿 你先不要着急啊 我来仔细的把你看看整家 你这些医院 这都是以言凯门的 整家没啥问题 大凯门是啥意思啊 这看着怎么都是毁不露出的 大凯门就是我们好能力术语 意思啊就是看上去整家没问题 毁不露出 这就是医院上面的保奖 这五十块数量可不熟啊 里边我看这还有弄样 这你这个发小处手挺阔绰 阔绸上别提了 医院整家没问题的话 我还是有点胆心 因为我发小啊去年借了我三万块钱 这事啊都感到一期了 欠我了一欠 还有干业费 都在这里边了呀 哦 这个总体上来说 你这不吃亏 毕竟这五十块医院 数量在这放出来 主要我不懂啊 我最害怕的就是吃亏啊 这个吃亏倒是谈不上 你那三万块钱 我就口调三十块 原大头呗 你这脱脱了还剩下二十多块 其他的医院 再说了 现在一个没人介绍个得像 你所说 谁家会大方的给你二十块医院呢 因为我对这个医院普通 暂时还不知道二十块医院 是什么概念 因为我是转业给别人介绍怎样了 也没有股定的工作 每天来往各个村 开药也不要大 那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明白了 无论着大行业啊 都不容易 开药大 给你豪租费啊 这也总能理解 我现在有三十几个工作吧 比如说一个人打 好几个人用 那这样说的话 我就明白了 像你给别人介绍的东西啊 假常离端 这都得了解请主 这个有时候 也不可能围着一两个人转 有时候一个客户 可能介绍好多次 说实话 也不一定有何时的 对吧 何时老板理由 咱俩就不相当了 你看看这一堆医院 都卖得完页嘛 行 我给您席致来算一下 就您这五十块医院 大概分为两大类 地中啊 就是数量比较多的 这些冤大头啊 穿样啊 还有展日 它这个发行量啊 咋说呢 这大头就像 三把九世 我看了 你这里边啊 没有把念 然后都是散 九十年 这些年份 这些发行量比较大 而你这些我看 基本上都是这种 带报奖的穿式拼向 因为状态啊 抖流通过 拼向大多数 为同货状态 无赏无赏无垂的话 47块的话 也就给您按 四万起吧 老板 你给我报了这个价格 可别是逗我了呀 没有 今天我全部打过来 我这就没想到拿走啊 放心吧 给您报了都是 中规总局的市场 贵轴价 因为你对音乐不懂 其实你这里边 最贵的 还是这些弄样 我就随便拿一块 这个光动吧 这个笔面 你看无赏无妥 也算是同货吧 这三块 这都是平时 特别烧贱的弄样 贫向又不是太差 你就看一块弄样 堆换三块 这个大头来看的话 请您总统 你这三个卖个一万多 再加上47块 这些大头 拖拖了六万块钱 这还是有了呀 六万的话 确实太多了 所以说我给别人 介绍怎样吧 平时别人也会 给个大头毛之类的 但是也不至于 就给我三万了 很有可能 那朋友对这音乐 也不是太同 基本上甲里边 一下子能溜那么多音乐 都是假穿下来 他们对这个价格 罢我了呀 也不是太紧准 不管怎么说吧 我这也不能 赚我发肖的便宜 你看这算吧 够三万五就行了 剩下来我也给他送了 行 为了方便提算 我就给你直接 输约纳透 三十五万元纳透 剩下来 你也给他拿回去 顺便给他报一下价格 如果说呢 以后想卖的话 都可以再出了 走走走 先卸了吧 没事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